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你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我们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的时候 还有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我们的人 也就是说 只有支持我们的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还是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是想要在你的地区 可以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后院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的家庭 跟你自己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 现在就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2020年 一直到现在 来自美国政府最丑陋 最无耻 最恶心的谎言 就是关于1月6号的观点 让全美国错乱 让全世界嘲笑 只因为左派想要抹黑川普的支持者 1月6号被说成是 美国史上最可怕的恐怖攻击 是跟911的恐怖攻击一样 是跟日本偷袭珍珠港一样可怕的事件 我们来看一下贺锦丽是怎么说的 不仅仅是在我们的记录上的地方 也就是在我们的记录中的记录中 7月7日 1941 7月11日 2001 而且对这些左派 slash自由派来说 1月6号比911跟珍珠港还要可怕 还要邪恶 因为这些恐怖事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敌人 而是来自美国国内的 是美国国内培育出来的我们这些恐怖分子 这些Mega的暴徒 总之就是只要跟1月6号扯上关系的人 就是恐怖分子 或者是他们应该要把我们当成是恐怖分子来看待 川普支持者是美国最危险的威胁 应该要关起来 然后把钥匙丢掉丢到马桶里面冲掉 然后制造出这个恐怖事件的川普本人 应该要关在地牢里面关到死 但是事实跟左派的幻想是往往是完全相反的 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 从一开始这个Tucker Carlson 从Kevin McCarthy那个地方拿到一些片段开始 我们就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说 整个1月6号调查委员会 全部都是在欺骗大众 新闻媒体都在报假的新闻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 左派跟主流媒体向我们释出的观点 都是在骗我们的 然后在废除了McCarthy之后 我们众议院选出来一个基督徒保守派的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他就非常信守承诺的 把4万4千个小时的影片 全部释出给所有的人观看 看了之后你就会了解 为什么FBI Nancy Pelosi 还有这么多左派不希望把这些片段公开 为什么他们处心积虑地试图阻止 然后封杀这些片段 过去这三年 他们想要掩盖 压制 删除这些片段 为什么他们这么想要控制 所有关于1月6号的证据来源 他们在推广的 这个川普的 Big Lie 大谎言 那hashtag Big Lie 今天水落石出了 Nancy Pelosi is a Big Lie CNN MSNBC ABC CBS的这些Big Lie 果然就是跟保守派的媒体 跟我们一直以来说的都一样 的确是有暴力事件发生 但是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 暴力的人应该要被关起来 应该要被抓起来 但是绝大多数的1月6号示威人士 只是普通的爱国者跟抗议人士 说他们冲进国会里 其实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国会一日游的 全部都是被骗的 全部都是政治目的 全部都是阴谋 这证实了这一切不是阴谋论 而是民主党的阴谋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叛国的现场 暴动的现场 这个真的是叛国 诬赖抹黑的画面 的确是在抹杀人权 但是这些施暴者 不是这些川普支持者 而是警察 国会的安全人员 以及左派民主党主流媒体 一起阴谋的试图 推翻美国的法治的现场画面 各位看起来 那个是叛国的暴动吗 还是这看起来是一堆国会的警察 有秩序的在引导一群和平示威的人 在国会里面走来走去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暴力的川普支持者 OKMAGA的极端主义分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只是一堆警察站在那个地方 还有示威人士在国会的门口 进进出出 很和平的 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 没有任何的推击 这看起来像是暴力的川普支持者 打警察 跟爱国者的警察发生推击 然后杀警察吗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 警察逮捕了一个人 然后好像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干嘛要把这个人抓起来 就把手铐打开 然后让他走了 走之前还急掌 OK 急拳了一下 可以fist bump Bye Have fun Have a nice day 然后转过来告诉媒体说 川普支持者都是暴徒 摧毁了我们国家的首都 又来摧毁美国 又来推翻美国啊 就这个样子 在国会里面走来走去 非常和平的 没有任何的推击 国会警察就站在那个地方 让人进去 没有阻挡任何人 跟他们在新闻上面说的 完全不一样 现在最值得怀疑的 就是所谓的 January 6th Committee 1月6号特别调查小组 他们的工作 还有成立这个小组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打破砂锅 问到底吗 避免1月6号 在这个样的事情 暴力事件再度发生吗 但是却完全忽略这些片段 甚至要刻意的抹杀 跟删除这些片段 为什么他们要欺骗美国大众 为什么要创造虚假的仇恨 Why 因为很明显的事实就是 没什么好怀疑的 这里没有什么右派的阴谋集团 没有什么川普鼓吹 暴力的推翻美国 这只证明了一件事就是 Nancy Pelosi在说谎 民主党在说谎 主流媒体在说谎 而我们是对的 当下1月6号当天 只死了一个人 她的名字叫做Ashley Babbitt 是川普的支持者 而且是一个丧心病狂的一个警察 国会警察 随便开枪打死一个完全无辜的平民 当天有没有很糟糕的人 当然有 当天有没有人破坏公务 当然有 我们绝对谴责这样子的行为 使用暴力的人 破坏公务的人 必须要付出代价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一堆阿嬷 只是一群爱国者 在行使他们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而已 我们之前说1月6号的人 中计了 他们的确是中计了 他们进到了国会里面 其实就是不对 但是现在这些片段证明了 警察没有反对他们 没有阻止他们 反而是帮助他们 甚至有片段是邀请他们进来的 还在那边指挥交通 当交通警察 当这些抗议的川普支持者 是他们邀请进去的话 没有自止的话 那这些抗议人士在国会里面 就不是所谓的transpassing 不是非法入侵 而是合法的集会而已 是宪法保护美国公民的权利 各位可以想想看 BLM的打砸墙 烧美国各大城市都没有关系 都没差 火在后面 烧警察局 烧警车 然后是 Mostly peaceful protest 然后1月6号片段出来 就是我们必须要消灭这些人 消灭川普 这些人不可以投票 我们要把川普的名字从选票上面移除 我们要彻底的把这些人 从美国当中消灭 关起来 抓起来 洗脑 不然就是枪壁 这些人就是邪恶的 就是可悲的 MAGA的极端人士 刚刚那些片段 看起来是 暴徒发动的这个革命战争吗 看起来像是暴动吗 当然不是 因为根本就不是 那刚刚各位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政治人物 美国的一个政党 联合了一堆RINO 一堆犀牛 联合了国会警察 创造出来一个摧毁民主 摧毁人权 摧毁美国 联合了主流媒体来欺骗美国人 一个真正的叛国跟抹黑事件 各位可以想想看 Nancy Pelosi 先是取消了川普要求 当天1月6号当天 在国会增加警力 然后带着一整个拍摄团队 在那个地方拍着 他为什么带着拍摄团队 好像他们被追赶 好像很紧张 其实一切都是在演戏 一切全部都是骗局 然后那些国会警察 到处接到什么勋章 讲得好像他们是 拯救了美国的英雄 打败了美国的叛国贼 Nearly two years after rioters stormed the U.S. Capitol And the rockets' red glare A somber ceremony honoring those on the front lines It was your blood your sweat and your tears that marked these grounds where we stand today Leaders from both the House and Senate bestowing the Congressional Gold Medal on the Capitol and Washington Metropolitan police officers who answered the call You held the line The line of democracy You bravely held it and democracy endured The events of January 6th still linger in the halls of Congress It forced hundreds of Capitol police officers to walk away from the job Others like Officer Harry Dunn still come to work every day How often do those memories come flooding back All the time Which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encourage people to talk about what they're going through because being alone with those thoughts idle it's dangerous Five officers died in the days after January 6th Bryan Sicknick was one of them his family was in attendance but chose not to shake the hand of Republican leaders Mitch McConnell and Kevin McCarthy They have no idea what integrity is they can't stand up what's right and wrong when it's no with them it's party first I would respond by saying Today we gave the gold medal to the heroes of January 6th we admire and respect them 这些国会警察 上节目 接受访问 变成了一个民主党左派 拯救美国的救星 他们在节目上面 讲的天花乱坠 好像 当下几乎没有任何希望了 美国的命运命在旦夕 好像 川普支持者就要 成功的推翻美国了 他们 警力不足 拼了死命抵抗 才击退了叛国贼 国会的警察 不知道该怎么办 敌人人数太多 川普支持者太多 排山倒海的涌进来 一点办法都没有 事情结束了 到现在这些警察 都还有PTSD的 这个创伤的这个地方 当下1月6号的时候 跟战争发生的一样 还有警察说 我以前当过兵 我去过阿富汗 我不相信 战场会在美国发生 而且还是我们最高殿堂 我们的国会 结果全部都是假的 我们看到的就是 警察乐乐呵呵的 站在那个地方 跟示威游行的人 打招呼 握手 急掌 急拳 我不得不说 我们AI News 一直以来都是支持警察的 都是支持法治跟秩序的 但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要相信 我们的警察 那些站在那个地方 乐乐呵呵的警察 怎么没有一个出来说明 没有一个出来声明说 他们那天过得有多闲 那个看起来像是珍珠港吗 这个画面看起来像是 两架飞机撞上双子星大厦吗 这看起来就像贺锦丽一开始说的 美国最黑暗的一天吗 约翰一书四章一节 亲爱的弟兄啊 一切的灵 你们都不可信 总要试验那些灵 是出于神的不是 因为世上已有许多假先知 已经出来了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属灵生命上面 我们都是要非常小心的 不是所有的灵我们都可以信的 而是要试验这些灵 是否来自于神 因为很多的先知是假的 更何况是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媒体告诉我们东西 我们不可以完全相信 我们不可以相信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政权 有很多的人在跟我们联系 或者在留言板下面说 他们都不去教会 教会很糟糕 教会没救了 是圣灵告诉他们的 我还在这里拜托跟这个样子 跟我们说过 或是有这个样子想法的人说 圣灵会有可能讲这个样子的话吗 会讲出这样子的话的灵 可能是圣灵吗 那在政府层面 现在乱成一团的世界 我们是要格外的小心的 非常的小心的 美国应该要出兵以色列吗 还是要让以色列亲自的保护自己 靠自己的力量击退哈马斯 击退真主党 美国的航母 还有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 还有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 在那边不是只让敌人 更有机会杀死美国人 造成美国民众的情绪暴动 促成世界大战吗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 我们必须非常的小心 这个时代 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圣经在讲什么 不然我们就会胡乱的做决定 胡乱的被敌人利用 就像1月6号这些爱国者一样 冲进国会里面 没有达到他们任何一开始想要达到的目的 反而阻止了Josh Hawley跟Ted Cruz 原本打算验票以及调查选举的方案 自己反而拿来被民主党 使用成抹黑川普的力气 不但被关 自己还被抹黑 还有很多人受不了压力而自杀了 我们看到这个样子的新闻 我们不可以只停留在 你看我就知道一切是假的吧 我早就知道了吧 左派真坏 我们要打倒深层政府 我们是要检讨自己的 下次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那些杀不死你的会让你变得更强壮 这个是很多人面对灾难 错误过犯的观点 但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 很多父母认为说 现在小孩青春期叛逆 等到他们上大学之后 等到他们出社会之后 就会变好啦 就会有突然变得知书达理啦 现在美国情况很糟糕 没有关系 川普回来就好啦 造成的结果就是 小孩变成大左派 离开教会 放弃信仰 现在支持恐怖分子 社会变得越来越乱 一堆基督徒躲在教会里面 祈求神带领 结果社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我们办公室前面 有一个流浪汉 他每天都在那边躺着 一躺就是一整天 我们进了办公室里面工作 八个小时出来之后 他还是在原地不动 如果你受伤了 你没有从中学到任何东西的话 做任何改变的话 你就只是受伤过而已 你下次还会受同样的伤害 雅各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只是你们要行到 不要单单听到 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到而不行到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 随即忘了他的面貌如何 唯有详细看查 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地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这一次 1月6号监视器的画面 做得非常明显 敌人在利用我们的情绪 整合整个司法系统 跟媒体来攻击我们 我们不可以害怕 我们不可以恐惧 我们可以愤怒 但是不可以被怒气 牵着鼻子走 我们要吸取之前的教训 真正的改变我们自己的人生 改变我们自己的社区 才可以解决目前的问题 不然 我们就只是跟我办公室 前面那位流浪汉一样 每天抱怨自己的人生 为什么自己永远躺在草地上 然后什么都没办法改变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